在美国开汽车一点都不了不起 要开就要来开飞机 今天Lula带大家来开飞机 开飞机除了要一点点勇气之外 也要一些头脑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为了挑战自己 都来开始来学开飞机 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这很棒的 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这边经历的生活 美国政府其实在四五年代 就开始提供大量推行平民航空 推广很多平民飞行 所以很多私人学校 飞营利机构 开始提供开飞机的课程 我们今天来到Bail Air的 International开飞机学校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到底飞机是要怎么开 开飞机呢 说简单不简单 说难其实一点也不难 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那除了身体健康要好之外呢 身体壮视力好 头脑要壮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念的 像你要学会气象学啊 学会一些领航啊 行礼啊 这些理论课程啊 其实还有一些最重要就是 开飞机的一些训练啊 就很多东西是需要学习的 要买一个商业航班 它总是需要6-8个月 要买一个学习的课程 你必须要是至少16岁 所以你能飞至少12-13岁 你能够建设自己的时间 但你不能单独直到16岁 Kenny今天要带我们坐飞机哦 Kenny, how are you? 我20岁 所以你怎么会飞机呢? 我已经飞机了三年了 最初我害怕我不能够控制它 最最难的地方是电脑可以聊 但其实飞机的航班是很容易的 我到了10时间的航班 我到了一个小时的航班 所以我用了10时间的航班 然后后来它是很容易的 ever since. 所以在Bay Area天氣的氣候 是真的很好,所以一年世紀啊 你要是要學開飛機呢 這個地方真的是 開飛機,學開飛機很好的地方 Clear 這看起來很瘋狂 今天呢,我真的要開飛機 我沒有想到我真的會開 我完全沒有開過飛機 可是 Kenny說我等一下可以自己開 所以開飛機呢,其實最難的部分呢 其實不是往上飛或飛 最難的部分呢,就是架架 這樣的部分,降落很困難 據說呢,開飛機呢,其實比開車還安全喔 怎麼說呢,因為開車呢 在地面上是平面 像螞蟻一樣啊 只要有一隻螞蟻出錯的話 就很容易撞到 可是開飛機呢,是以高度分劃分 所以是個性遲到 所以開飛機其實是相當安全的 在上面真的是看到很多 海平面的海景真的很漂亮 我現在腎上腺素真的是往上升 而且呢,我們還有看到 剛剛經過那個舊金山的那個 整個building兩個大廈之間 真的太接近了 在底下還有金門公園 看起來都很小 真的是舊金山其實是很漂亮的地方 另外呢,我們還有經過那個 Alcatra就是惡魔島 然後旁邊還有Golden Gate Bridge 那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美景景觀光 這開飛機呢,跟開車 絕對一點都不一樣 我剛剛從頭到尾開飛機 都開在那邊尖叫 而且我居然沒有辦法自己上去 第一次上去就可以開飛機耶 這真的是太棒了 Bear Air呢,他們提供了一個很酷的 旅行團初體驗課程 那雖然不是拿真的執照 但是呢,在三小時之內呢 你就會自己學會開飛機喔 大概前一兩個小時呢 會有老師呢 會教你一些基本的物理啊 理論啊,一些動作 再來呢,就開始上飛機 你就可以自己學開飛機耶 所以要是有機會的話呢 你們一定要來到這裡 St. Carlos Bear Air的 這個Flying School 我來學會怎麼來開飛機 享受一下這初體驗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